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 6人被控沒有在指名時刻內 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 案件今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6人均不認罪 6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書基主教陳逸君 前立法會議員吳靠義 何秀蘭 歌手何韻詩 學者許寶強 和基金秘書施承威 控罪稱他們在2019年7月16日至2021年10月31日 作為612人道支援基金幹事 並沒有遵從社團條例要求 在指名時刻內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 眾人表示不認罪 案件將於8月9日作審前覆核 以及在9月19日至23日進行5日的審訊 陳逸君、吳靠義、許寶強和何韻詩一同到庭 許寶強一直扶著陳逸君 而何韻詩和助手緊隨其後 有市民到庭支持 向他們大叫加油 很多人支持你們的 提堂期間旁聽人士坐滿庭內的公眾席 包括社民連前主席吳文遠 德國駐港領事 記協主席陳朗昇等 警方國安處月中向法庭申請傳票 指各被告沒有遵從社團條例的要求 為612人道支援基金註冊 警方早前又拘捕5名信託人 他們被指涉嫌干犯 全謀勾結外國勢力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 對香港實施制裁 危害國家安全 除何秀蘭因2年前 六四非法集結案仍在籌外 其餘4人已經獲警方准許保釋後查 請問答答答答答答答 Wrong